就是唱民谣的 如果比马迪红很不激励 好多得罪我的后来都遮了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然后别人就会说 你有点经历了 或者怎么样 那又不是我的诗诗 最精彩的可能就是跟平台方的一些艺人合唱 反正我是真唱他是假唱 对对 现在大家对于有一个误解 说什么百万调音是调完之后你的音准就好了 或什么 其实不是 这个是不存在的 修音可以 修音可以 有时候你很难听到 年轻人在学过 我是他出道之后 第一个音乐总监给他做音乐总监 对 当时好演出的 那后来为什么就不用了 后来价实点 他太豪华了 这种图点 真的 老实说话艺术 我觉得 但你实话 莫儿良悠你真的很贵吗 主要是啥 那乐手贵 他用的都是特别厉害 我给他找的都是特别好的 有一部分是徐薇老师的乐手 一部分是彤彤 以前也给菲姐谈过 都是特别一线的乐手 因为我觉得他 我当时对他判断 我一两年就能做演唱会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些最厉害的人 然后 当时我们报价还没有起来 磨合磨合 就是说 就可以帮 那等你报价起来的时候 也不用菲哥了 你看看 就是这么薄情 挣钱了就有点便宜了 越挣钱越抠 好多啊 好多啊 虽然我们歌也是简单 人家老师没有用武之地 多是 那你后来为啥去辩论呢 我也不到 找了好多次 就是你是一个知名的能说会道的人吗 我那时候在网上经常攻击一些高民谣的什么的 那会骂我 那会在网上骂我 我们俩认识 我们不认识那时候 他在网上就是骂我 你这话说的我何止是骂你呀 骂好妹妹也骂过 骂好妹妹 也骂过 你骂过恋姐吗 没有 恋姐玩绝世了 不太在她设程范围内 主要是她发现都不搭理她 还没搭理 谁搭理你了 我反正没搭理 那你是怎么认识 你不就是从我互联网吗 我是那会因为她乐队我知道 然后我没有共同朋友 她在网上无端的骂我 真是无端的 你自己承认不承认 不是 那个时候就是 你还记得当时说了啥吗 你承不承认吧 是这样 承不承认 咱们呗 你好好说 我给大家复盘一下 你复什么盘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微博的生态 还是比如我不喜欢你 我可以说 赖微博现在 赖生态 就不赖自己 也没有侮辱 也没有侮辱 就人格 只是对音乐作品尽力的一些表达 就是当时是一波玩乐队的 跟一波搞民谣的互相看不上 我可没有 那都是我前辈 我从来没有看不上人 欺负新人 就是 这就是欺负新人 为什么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 是吧 为什么 就是对一些新人的诋毁 然后一些打压 这种就是反正很低劣 卑劣恶心的做法 也心虚子 没有 不是 然后你知道吗 你再跟我说完 过了大概 我想想说 现在我说完 大概过了七年之间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在找我给他当音乐制作人 我跟你说 当年确实是玩乐队的人 对他们这些新出来一波搞密谣的 就是有很大怨气 为什么 就是也可能内心这个潜台词有 突然冒出来一帮这么红 也不用编曲 就一把香琴在那猛唱 就唱一些个人小情小爱 还在说 还在说 也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 他心根是我编曲的 我当了制作人 现在好多了 他挺 现在他进步了嘛 也这么多年了 就那时候就 只有你在原地踏步 就是整天在那唱一些个人小情小爱 就特别烦这帮人 到时候给你们听他的新歌 基本也是那种 有社会责任感吗 他的新歌 这种社会 没有责任感 马迪新歌 还有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歌 你现在对民谣怎么看 现在对民谣 深爱 背后刻俩字 民谣 背后刻仨字 男生的 就是我觉得 国内的民谣的讲述感 还是比我 比如你听 他们再说一个 我爱你 你以外我很痛苦 你少说点话 你不要在这 我可不写那种 你现在是不写那种 当然了 别聊了 我觉得聊到这儿了 再聊就得罪人了 你已经得罪一些了 还好 我界面都跟人道歉了 你把这块着重讲一下 主要着重点是怎么道歉的 怎么变成这样好的朋友 大家后来 一定要开始主持大局了 后来就是在音乐节 后台 她是想去另外一屋找另外一个人 走错了 对 一把拉开门帘 然后我俩脸对脸 就非常 那你俩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 对 而且你知道她骂你 我知道 我是俩帐篷 中间是一格帘 那格帘是能拉开 我也有另外一朋友在那 我就特别兴高采烈的 一看 然后正好我冲着那边 然后我俩脸对脸 然后都很干 她就 我说 我这人当面又不好意思 那个 就是俗 就是剪盘侠 你知道吗 我可是 有其他人 我是当面说过 不喜欢 谁啊 跟大家都很熟 就算了 我遇见了 就给人道歉了 就很诚恳道歉了 然后道完歉就又喝多了 又骂人家了 也没有 就说你看这个歌 就是其实 又跟人掰着半天那种 现在想起来还是挺不好意思 下次再见 再给人道歉 我们要团结音乐行业 团结行业 但确实 当时那波民谣 确实没有什么 对社会的描写都没太有 20出头 你不能要求 一个年轻人有这么大的责任 他刚不如社会 对吧 但是你也会想 怎么用东西堵他们的嘴 就是你把东西做得再好一点 你看看人家就胸怀 结果也没成功 你听到娃娃哭喝多了 给我发微信 说你那首歌真的是这个时代的网歌 我的妈 也没娃娃哭 我只是表扬你那首歌很好 你怎么不去写剧本 真是夸张 整天实在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夸张 我敢三个直说对天 我说的没有一句差的 你敢吗 你敢吗 藤霍飞 我不是跟你说的 傻了你看 我是有一次采访推荐他那首歌 我就说他那首歌是 没有没有 我有微信证明 有一天半夜11点多12点 突然给我发一条微信 说你这首歌就是时代的网歌 但是没哭吧 我没看到你 文字啊 你挠鼓我哭了 我感觉他一边流着脸 我跟你们说一个民谣界的事 你没有发现吗 就是唱民谣的如果比马迪红很不吉利 就是咱们现在以马迪为一个计量单位 比如说马迪的知名度和粉丝量为一笔吧 一笔 一笔 超过1.2笔 就开始危险 到1.5笔 到1.5笔 稀有好几个了 你想想吧 谁啊 我咋不到呢 挺多的 不是 就是有人得罪我 这是谁玄学 好多得罪我的后来都遮了 也有没得罪的呀 也有没得罪的 像他这种就像悬崖勒马 后来跟我重修于好 他如果一直跟我僵持 可能你也完了 早早看透了这个规律 不是 你想想 吓人不吓人 反正我觉得 胖民谣不能比马迪轰太多 就是不是 你想这是不是有点道理了 毫无道理 这是我的一种观察 怎么观察什么呀 你连自己都观察不了 观察语气问题 你俩一人说一个对方对自己好的三件事 说一个三件事 然后对不起 一人说三件对方对你好的事 太多了吧 你说他怎么对你好 我说三个有点太多了 那你说一个吧 说一下飞哥 你觉得飞哥 就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情 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教你学文化 做个什么 教你做音乐 我回去把母带给删落你 那你现在这个已经做完了对吗 我前天刚录我的 全部录完了 你会参与的非常非常细吗 其实很细 就是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半月 每天都去 然后录音师 然后我会写歌的人 都是全在一起 一个半月就高强度在那儿 你就一个半月几种弄的 有好多他们是这种的 就是很多音乐人 然后大家互相碰撞 还是这样的 那种会很有意思 我也感觉很有意思 大家每天都在一起 每天都在一起 有点像你们就是 做研究剧本 对 但我以前不这样 你以前咋写的 我不太习惯于这种 很多人是吧 因为我 我点 羞涩 羞于把自己未完成的作品给大家 或者是 想法 有一个想法 想法或者是怎么这种 我还不太能够走出那个 刚去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尴尬 就是你要拿着话筒在那儿唱 然后又没有词 就得哼哼 就会很尴尬 但到后面熟了之后 也就还行 那么二就是 我写词我也回家写 写完 我打好一个底 我拿过去 不然在那儿写 一句一句地往上蹦 是有点尴尬 第一次我跟你说 第一次唱歌词 给别人听的时候 是非常尴尬的 对 我知道 我甚至就是 第一次教完整版歌词 我都是非常尴尬的 就是你得反复修改之后 对对对 或者是会经常有人问我 我说彭肥经常要说 那你现在有没有两句 你给我两句 我说那我给不了 那我不行 那我不行 我最近遇到一个特别尴尬 就是我每次写一个 类似比如说我写一个 什么情情爱爱 比如说写一个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然后别人就会说 你有点经历了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更有些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他会去探究你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词 对 尤其是比方说 如果你写一个词 我明确知道是你指的是 哪段感情经历 我看的时候就表情会很奇怪 完了你就会 感觉你还不如跟陌生人唱 对 不一定是我经历的 可能是我 看到别人之后的感受 就为啥也是找好多人一起写 就是有点 有点枯竭了 就是没有什么写的东西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有什么故事啊 什么什么的 就最近写了好多别人的故事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对 就听别人讲 对 大家都是从写自己 然后到写 看到的世界的 写感受到的 那你这次就是 什么主题呢 你给大家 我叫客厅狂欢 那不是我们吗 就是 现在不是很多 有些时候大家出不了门吗 嗯 也有不爱出门的 对 我 就这种客厅狂欢型 对 懂的选手 我是爱出门的 所以我就没出不了 只能客厅狂欢 就是有时候 就是精神出逃啊 或者就是精神去到哪玩啊 或者是一些思想世界东西 你看看 从容了很多 就这首歌是我 会稍微主打 但是我是会大家保底 因为不是跟我上张专辑 其实有点 有点像的风格 就我感觉 不会出错 然后我就把这张 拍个好看点MV 当主打 但是后面就开始做一些飞的 就还OK吗 就是 这个MV的女孩 你们互动的还挺 挺 挺挺 挺就是符合剧情的 哈哈哈 但这个我上一张 MV也是也是找这个女孩 你们 嗯 那上一张没 我感觉我就觉得一边吃 你现在说我 你长得有点太 嗯 讲的我有点太太 哎 哈哈哈 上一张好像还是啊 看我也保持了一定 那跟剧情有关系吗 哦 不是说最近 就是也是长大了 嗯 好吧 放开了一些 放开了 放开了一些 什么 就是替观众问嘛 就是 是第二次合作 肯定熟一些嘛 嗯 然后但是 是一个剧情的延续性 是 剧情是需要的 剧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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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的歌名都很 就是我觉得你的歌名就是 它是个句子的那种感觉 一个比较长的那种 我觉得这可非常有勇气的人能感情 是吗 因为它容易记不住 对 而且你就是人家问你 那今天我们唱哪首歌啊 唱了一首 分享时间进入的流影 就是很长 那我觉得可能是年轻的创作者们喜欢 敢用这样的 我就很喜欢 比如说我要是看到一首 看到一首歌 比如说这首歌的名字要叫做 我今天去面包店买了一杯咖啡 我就很想听一听 这个歌讲 可以 对我来说 就像这种长长的 听了这首歌 我觉得就相对就比较意识流 但我是比较老派 我就感觉那名吧 老派 它就是概括性的 我是怎么想 我是把它分成就是 一个是讲事情的 一个是讲氛围 讲氛围我的名字就特别短 那像我们 我有歌叫 现在有一张新的 叫潜 潜水的潜 然后有飘 这种就特别短 然后我发现 我讲故事的歌名字都很长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这也太长 这个这个超长 然后就是他的 他的歌名就是一句词 我感觉 就我的感觉我想把歌名提炼成 这个是一首歌最精炼的地方 所以我的歌名就会长 嗯 你为什么会提这个名字 嗯就我觉得刘盈 他那个萤火虫就是有一种 飘忽 但是他又有给你希望光亮那种感觉 但是 因为现在萤火虫见的也少 你得去奔赴的 去找他 我就把那个女孩比作一个萤火虫 留营我 历经千辛万苦去找他 你会亲自挑吗 亲自挑 你说挑贴还是挑贴 挑贴我会挑 有贴 就是挑 挑哪条 你会挑的非常细吗 非常细 极细的 一字一字挑吗 对 哦 最近遇上一个 苛刻的那个肩棚的那个 我每天六个小时起 这么长 嗯 然后录完还出来挑贴 挑贴才放我走 嗯 真是很用心的制作这样的转机 对啊 那你会平时就是攒一些什么 你会不会突然间聊聊天 然后脑子里突然有一个什么灵感 你赶紧给他记下来 有 但这就正是我最崩溃的事情 为什么 我前几天换手机 然后全没有了 不是换手机 这是换iCloud 那完了 我东西全都没有了 那你再还能看到他们吗 我现在手机上是啥都没有 但我那个电脑上的备忘录有 但语音备忘录也没有了 啊 那语音备忘录里面会有些旋律什么 有 但是不多 其实还好 一定有啊 要不咱俩拿啥记 对啊 像我们拿个备忘录 自己记字就行了吗 嗯 你们还得有旋律啊 那啥样都有 有的时候哎这不想起来 我就哼哼一个 嗯 哼一个回去完全找不着 是啥呢 当时我撒响的 这是啥呀 有时候还在车上 还不想要不得人听 那声音太大了 小声哼 回去听全是车声 哈哈哈 但我发现最好还是那个什么 嗯文字被忘录 对我比较有用一些 嗯 嗯 就记啥呢 记一些想法 嗯 哎我有的时候文字 我嫌打对太费劲了 你就语言输入 语言讲出来 哎我今天有一个啥想法啊 什么什么 后来也都忘 讲不起来 以为能用上 其实后边也用不上 然后最后是 比如说哪个事儿憋得 实在想不出来 我再翻一遍 对 再从垃圾堆里面 早点剩下 玩一会儿拼 别给人家创作过什么说的 这么 我们就是 哈哈哈 后来我发现能用的少 还是在现 也有能用的 然后现写的时候 那些能用的多 姑姑你又忘词了 对 咱们这是 像天的那个 第一晚会 然后又忘词了 哪个歌要忘的 大雨全都落下 大雨怎么还能忘呢 大雨全都落下 第一句是 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自己的时空的回忆 嗯 然后我就想到第三句词 第三句词 第三句词 对交情和情绪 然后我就因为想到第三句词 我就把第二句 唱到第三句词 嗯 完了呢 把第三句词唱两遍 对 大家就发现了 嗯 但其实我自己唱到第二句的时候 我唱错了 我自己就已经在笑了 我说完了 当时大家又得说我 嗯 哪个歌最容易忘词啊 寻宝藏 你就干脆以后 这歌就这么唱吗 但是我下回 我就想说我也不能老这么唱啊 嗯 正常排练的时候我第一句第二句词 完全不记得了 我就只记得你传句词 对 这样就开学 对 你忘词吗 你忘 你忘哪句词啊 好多都忘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能记住 对 那都是忽然猛住了 对 那你忘词咋整呢 你也是多抽 这一句唱三遍呢 我就是卡住了 我还编不出来词 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没有唱借了 但是借什么借什么我就记不住了 当你借啥呀 我就感觉一下就卡住了 借不借呢 嗯 完后来能想起来 你还行还能想起来呢 那也可以 还是说唱那边记得太厉害了 你那说唱也挺难记我感觉 嗯 说唱最难记 而且说唱不重复 我不像咱们还能重复 咬字还得清楚 又快 对 他们翻747能翻过来吗 如果说唱 谁到我呢 哥我看你的演唱会的时候不是在台上747 还是在远处是吧 进处也有 嗯 我还看呢 我说我们演唱会谈上5个提子去 是吗 随时随地就是怕忘词你就能用上 扭的时候观众觉得可有意思了 对 还笑那两句 哎呀 咳那啥了 有时候正常演不炸 完初初 哎呦 可高兴了 对 但是一定是要避免这些事发生的 嗯 但是其实你看现场看live 那肯定就是这是一部分 真的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君子不养艺人 就是观众的境界还是高的 就是他还是能 能接受你 然后那关系就尽了 就是说哎呦 我见过你那个笨拙那一面了 对 前两天我们在小园的演出 嗯 和罗儿哥 裤子开档了 哎呦 我在台上听见嘶啦一声 我说什么声 就他怪你一声 和罗儿哥这个话筒里传来就是 跟观众道歉 对不起要我裤子开了 哈哈哈 这种就还挺好 还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这可遇不可求啊 对啊这种我感觉 这是现场演出的那种奇妙之处 对魅力 对 经常会有这种 这种远哥昨天才开的那个live house 对是 确实是很渴望live 就是做歌手的 就是live的现场的魅力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到是活的人 主要是我歌迷非常可爱 然后给面 你知道吗声音贼大 我慢慢的听 薛罗夏的声音 闭上演出 就是 就贼喊就在那 但是对他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力量 就是力量 因为等太多年那种 你知道我当年经历过 那种大拼盘商演 有那种特别知名的歌手带着自己的那个代表座 咱也在底下看 就是我可能是下一个要上来唱 那些歌手唱 你们的声音 哈哈我说我待会我也来来给你们的声音 然后我就没了 我就是一上台我说 帮帮帮你们好吗 我想死你们了 然后我啪唱完第一句 哇一滴过去 前面所有人不是说躲避 是实际是这样 就往后边这样推 你明显的看到 在往后躲 就是大家很礼貌 也很就是 好多人就往后躲的时候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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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在那很也很尴尬 然后我就 那你们当时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吗 他没有没有 慢慢建立了通过这个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你们的声音 你不会唱这个歌没关系 来个你们的声音吧 没有声音没有 就完全没有任何声音 太吓人了 哎真的你们真的在台上说过后面的朋友这几个字吗 有 有 对 真的 前排的观众后排的观众 柱上的朋友山顶的朋友 对还有买180元一张票的那个朋友 580元的那张票那个朋友 赠票的朋友 还有主办方的朋友 哈哈哈 举起你的双手 举起你的双脚 对对对 这种都玩过 对 必须得这样吗 我就没说 你没说过吗 不适合吗 主要毛毛的歌不能这样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巨型的行为 对 我感觉得是 我感觉得是 嗯 现下商演跟呃 一些比如说我们livehouse是这种是专属演唱会 还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所以就很多作品 就就有一些不太适合在现场做那个活动也很感叹 你像现在我就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开业啥子咱也唱 就是剪彩我也唱 但是呢 那一来人家翻翻你的歌单 你看雪落下的声音 我们开业就凉了 也不太好 所以我现在我我每次我都说 剪彩专门写了一批歌吗 也没用 但是我就想了一个小小套路 比如说唱完雪落下的声音之后 我说大家 今天现场我所有的歌迷朋友们 主办方给帮主办方的朋友们 咱叫个啥叫个发财 好不好 肉干的快乐你就买完手 发财 然后现场观众一顿发财 你在台上讲述这一整个大规则吗 我在台上Q流程 就直接就是观众 因为来的也都是自己的歌迷嘛 看你这个路子啊 跟我们家那边那个乐队也是一样的 是吧 线乐队 线里的那些乐队也都是这个路子 就是气氛嘛 他会要求吗 还是你自己想 你你得自己想 你得想啊 这个东西你要是你要是人家都要求过来 说明你没做到 你咱主动给人家的 人家下次还找你 你看人家要不能招着这么多客户 他确实确实厉害 能找 那唱歌还是好的 那之前那个周老板他们到那房地产开业 就给人讲 就是 没听 我 也不笑底下 哎我正对这个有点疑问的 因为我很关注我的学情 包括这个透视大会跟你说大会 我很喜欢看原来节目 我甚至天睡觉 铺垫完了你先说 哈哈哈 那是不是就得每一次得写一个 对啊 每一次写一个新的 就是不像唱歌你随时我们都可以唱 对嘛 我都我说一万遍羡慕死歌手了 是吧 因为真的就是可以演各种演出 完了一首歌一直挣钱 是这样的 你不能保证每首歌都哄了就是 那倒是了 我之前有一个名号叫什么 叫什么写歌锦里 就是我给自己的专辑写的歌没有一首哄的 然后只要给别人一写就哄 一写就哄 你去商演还不能唱那个 因为版权没在你手里 你们养过最精彩的商演能想一个吗 最精彩的可能就是跟平台方的一些艺人合唱 哦 完了我是真唱他是假唱 是 我有过我也有过我也有过我也有过 懂 就一出来怎么怎么这个生涯不一样的 完了你们还得互动又怎么样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还怕他忘词 你知道你彩排的时候他老他那句他那个 麦没拿上来 我就怕别人觉得我也是假唱 对会这样 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就轮到他唱了 那句他还没上了我还得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幻想还得帮他拿下来 哈哈哈回听来来来来来回听 你没办法靠近 绝不是太过情 只是贪恋窗外好光景 还得帮他合适 对对还有合适 咱业务这块就是得就得这样对就是可难了 你知道不 哎呦大平台大家族们 对对对全是底下做的全是绑一大哥 你这么整人绑一大哥能愿意吗 设计啊设计你比如说你像 设计设计来再来一次 轻轻 轻 落在我 掌心 就这样 那绑一大哥会打你 冥冥 在掌中 我也忘唱了 哈哈哈 反正就有点难 有一站是兄弟们给我准备了个惊喜 兄弟们给我买了一个话筒 那话筒毛毛知道能不能 非常好的话筒 那个话筒其实是一个很昂贵的东西 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 等有一天我能开带座的演唱会的时候 我给自己做一个 然后兄弟们就觉得说火都过生日了 就是而且觉得我开训宴了 他们想给予我一些什么 除了每个人他们都过来给我当嘉宾之外 说要不咱们做点啥 然后月薪就牵头说生日场 给我做了一个绿色的 我的姻缘色的话筒 然后还把他们渐变的每个人的颜色 围着我的那个logo 围了一圈 非常好看 然后他就说虎子 因为你说过一句话 就是假如说是你的改变 你性格上的改变的话 我们希望永远我们都在你身边 在你周围 你那个也昂贵吗 昂贵啊 这玩意儿好的都可不可以 我以前不知道它那么贵 它会根据你的声音特意去调它的那个 不会 那个不会 那个更昂贵 但你上次不是说你和周深 互相不能用对方的那个 是的 是的 是实际上 因为调的不一样 对 它是后台调的不一样 是的 我以为是话筒用的就得有区别 对 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误解 说什么百万调音是调完之后 你的音准就好了或什么 其实不是 这个是不存在的 修音可以 修音可以 所以 调音只能做到让你现场更适合你的声音 以及更好的传递给你的听众 让听众听清清 以及听到你的声音 但百万修音室是真的能给你修出花了 嗯 那不都修的跟电子似的吗 有的修的好的不像 修的好的可不可以 是吗 完全听不出来 真的吗 修的好的可吓人了 咱们有没有这种朋友 下次能不能请来给他修一个 他就能了 就是想请一些唱歌跑调的朋友 可以 但你得留的足够多的素材 你不能就唱那一句咋也修不成 是是是 唱二十多遍啥的 唱一百遍 一百遍 一百遍 一点挑 就是一个孕母生母那么挑吗 对 可以 当然 可以 这种都能挑 可以 就比如说在吗 他可能 你那个 他就嘖嘖跳一下 甚至 嘖 嘖都没有留 嘖 然后留后面的嘖 那好厉害呀 非常细 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么修正 那有这种 有这种老师的存在 就是他可以让很多 唱的不那么好的听起来非常好听 对 可以 就你也就要花点时间 这种是万度专辑 专辑对 可以会这么样 是 一点点精挑 就很细致 因为包括很多 是不是唱的好的他也精挑 对 但有的人不喜欢挑 对 有些人可能就是 比如我合作的歌手吧 他分两派歌手 就是有一派叫准确派 准确派就是他 我希望我的表达 每一次就挑到 最准确的 最准确的 但还有一派是情绪派 情绪最好的 对 有一些唱的很厉害的歌手 他可能情绪激动的时候 这块有一点点左 他说你不要给我修太准 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 哇 你忘了吗 我忘过几回 他通常都有提字戏 然后有人说他就干扰你 你知道吗 明明就是 你不看也能记得住 第一段跟第二段跳过去 他就来回倒 你明明会唱 但是他一跳以后你就 就把他 一下找不着了是哪儿的 你就怀疑自己 就是那提字戏 有还不如没有 有的时候 好几次 我差点找个地方钻进去 什么问题还会影响我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怎么办 还能看到旁边你唱了 我他不说这句话 我还能唱下去 你说唱唱 唱哪一段 哈哈哈 现在很多节目 他是要你学新歌啊 因为新歌你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 不要说是新歌 就是这些老歌 也有偶尔也会去忘记的 有的时候你就是想不下来第一句唱是什么词的 对就前两次 对就嘎到那儿 就对 就我从草原来我就犯过这么一次毛病 啊我从草原来甚至都会吗 对就 突然间就觉得 啊我里马前山外 听风长这天来 我什么来 他看的就是那个吗 我是我就看着曾毅你唱啊曾毅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又不是我的词 你记得对不对哥 你记得 他平时其实他在唱的时候 我也在哼着唱 心里面也在哼着唱 我看你们立马接过来了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目前可算找到机会了 哈哈 之前在网友们就是这么调侃说 增一个词少的时候 你们之前有过这个讨论吗 我们两个从来不考虑这些事情 这么多年不会说是你少我少 关于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月亮之上他的歌词很多的 那个时候的人呢概念上说唱好像他不属于是唱类的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内心里很早以前就知道 所以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对于一首歌 对于这个副歌和对于这个高音的地方 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 啊 因为一首歌你想其实能够记住你那句副歌 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一句那就已经很很不错了一首歌 你俩那个就很火呀 那个海底 你俩能把它唱出一种 就是出于你俩的那个劲儿 那首歌其实就是波折多 所以就内心里走的感情也比较多吧 那歌费了挺大功夫 那你俩是不是没有那种特别阴谋的悲伤的那种歌曲 那好像一首都没有 是吧 就海底我就唱阴谋了 那那个你我们听着都老向上了 那是最后来的 第一版录完的时候 我说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我就拿着词放在桌子上我就跟他摆去 我说我就没歌唱了嘛 我说一定要唱歌唱到我最后就 我感觉到我喘不过气了 我说我为什么要尝试这种东西呢 到最后的时候 是我把那一口气给顶出来了 我觉得我唱这首歌 你让我唱 那我就要给它顶起来 你让我顶不起来 那不是我 凤凰上去风格就是这样 确实唱不了那种非常悲情歌 KTV唱自己的歌吗 唱完还分数没有打的那个什么高 给我气的你知道吗 你们经常去K歌吗 以前会上大学的时候会 大学 一定会唱你们的歌的 我们的歌应该好唱啊 不好唱 不太好唱 关键其实我觉得义哥那个很难唱 大家到你的部分都使用你的原唱 哈哈哈哈 就是通常很少分角色唱的 真的不会 我那个多好唱啊 抓经典就行了 又又又 哦耶 又下来 你得上又唱了 就OK了吗 你有那词很难的 那看见的看不见的 瞬间的永恒的就很不好唱 你要你记住了 对对对 我这有啥记不住的 这一个记不住 哎可以可以可以 那很难啊 你要把它咬对 咬对字 还要找对节奏 你唱自己的歌吗 KTV 我唱我歌不太适合KTV唱 就是 你知道我练你的歌 你知道多凿醉吗 高八都吼不上 低八都下不了 哈哈哈 你都高八都上不去吗 上不去 你别说他嗓子不低 你老是对他有误去 我没有误去 因为我试过他的歌 我跟他合唱过 其实我也是上不去的 但是他的就是 这个特别通 对 这个要人命 你知道吗 这这天赋哈 哪是啊 练的哈 修的 没没没没 咱俩现场唱过 哪天你好好教教我 我和大家去KTV全会唱两位的 对 马哥你天天来呗 你不让我去明日 我就 咱俩都得去明日 对 你俩参加明日 表情感受 当老师 当老师感觉就是 就你得鼓励他们 对 就很难 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我必须要把我的感受 化成语言表达出来 这个就很内卷 你不觉得 对 就是好听 为什么好听 你听完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本来是有一个 下意识的反应 我以为你没过脑子 张口就来 张口就来湖边的呢 那些孩子其实跟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差不多 嗯 一样就是 有很大的欲望 想要表达 希望别人认同自己 那我们小时候也这样啊 都一样 所以我看他们 就跟看我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现在还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东西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听过年轻人的歌了 你现在 怎么啦 怎么啦 这个蒜那个芯 巨辣 太辣了 我以为你刚才激动了呢 我以为你刚才说到年轻人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年轻人的歌了 突然间就这样了 那里有满面 我太够劲了 这是张力 对 现在的算法 和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阅历跟经验主义 有时候你很难听到 年轻人在写歌了 是本身有年轻人写歌 而且他们还有极大的创歌欲跟好奇心的时候 这事其实也挺欣喜的 也不敢说太多打击他们 对啊 而且也没有必要 对 因为我从小而不是骂过来 那你真的在明日有的时候有点凶 我知道 我吓人了 因为他很容易看起来就很凶 对 我已经通过这个节目 我在改变自己 就是有时候说的方式 我真的全是批评 你正常对一个人 你也不能全是批评吧 你还是有些自己的 如果是音乐上的话 我朋友给我发歌 这事还没发生的时候 我先警告你 我说我只说这个不好的地方 我跟你提的意见 哪怕有一点你觉得可能有问题 你可以改 如果你觉得我说点屁话 你当没听过也就罢了 但是你给我听歌的目的就是让我提意见 不是让我夸你 我感觉就是你在说它不好之前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不对 你就当我在放屁 这话还不如不说 这话就会适得其法 但是你给我发了 既然我说这话了 你还敢给我发 那人也不能说 那我就不给你发了 你还不如不说这话 你就直说 不是 今天我说完 我说完 好纯粹啊这个人 就比方有一些你不熟的 你也会是吗 又是 可能是小朋友 那人家跟你发充满了热情 你还是要 给我发了 给我发完之后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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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说出来了 然后他上来就是反 他也很礼貌 他说 哥我可能觉得我的表达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也我一套自己的理论 我不想产生这个对话 对 可以紧张吗 我会先说 先说 用一个优点 然后再夹杂一些问题 而且那个问题提的都在委婉 我好像感觉哪哪哪可能有点 怎么怎么 会更好 再用一个优点 是我说不好 像明智谈话法 对 不是 那你真的要顾及到人家的感受 你也 也不是不顾及了 就是 我真的有时候忍不住 因为就是想到 我可能就不适合这样的东西 我也觉得 没有不适合 大家都觉得你挺适合的 对啊 但你挺好的 不是之前那样的 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成年人 我觉得不代表就是你一点喜怒不行余色就是成熟 对 我觉得那样就行 喜怒有一部分行余色 一部分不行余色